特斯拉这波大跌到底有什么诡异之处 这波大跌大家都忽略了什么 特斯拉的空头何时会缴械投降 今天带着这些问题走进我们的影片 我相信你看完更了解这次暴跌背后的底层逻辑 大家好,欢迎来到美股投资网,我是凌云 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始吧 根据美国零售券商的交易数据 周二的收盘价是有很多特斯拉的平仓盘 也就是说部分散户加杠杆融资接到了margin call 然后被迫平仓 因为这几天跌得太急速了 特别是特斯拉股价从145美元下跌的这一波 最让人匪夷所思的是 至今还没有看到马斯克的Farm4 根据美国SEC的要求 Farm4必须要在出售后的两个工作日内公开 所以这里就有两种可能 可能一呢,虽然马斯克卖了股票 但是他没有按时提交Farm4 马斯克不遵守SEC文件递交也是有前科的 当时呢,购买推特超过5% 他就没有按时提交文件 第二种可能呢,马斯克在这一波股价下跌当中 并没有卖股票 尽管呢,我分析了145美元是一个margin call的价位 而且股价在145美元之后下跌很快 下跌的样子也很像margin call 但是没有看到Farm4 那证明也有可能马斯克没有卖股票 如果说最后的结果是可能二 也就是说马斯克在这一波股价下跌中没有卖股票 那么这一波大跌是谁在卖股票 就很值得思考了 因为马斯克的散户拥有者是没有那么大的动力 这么齐心一起来抛售股票 所以集中抛售的力量肯定来自于机构 特斯拉的前四大股东除了马斯克本人之外 剩下三个都是被动指数基金ETF ETF呢在一个股票中占比很高 是一把双刃剑 ETF把坑占了以后 虽然自己不会主动抛售 但是把股票的流动性缩小了 给了后面的主动性机构更多推动股票的能力 但是由于后面的主动性机构持仓并不多 所以能够抛售的空间也有限 总之ETF占比高的股票 股价通常和指数走法相近 比如说苹果 当然了苹果市值大 也算是影响指数的重要因素 两者相互关联 特斯拉股价这几天跌幅明显超过了指数 而主动抛售的空间也有限 这里就有两种可能 第一呢机构利用期权大举做空特斯拉 第二呢机构直接做空特斯拉逼仓 逼仓马斯克和散户 我们通过美股大数据量化交易终端stockway 追踪机构实时交易 在12月21日机构交易员疯狂做空特斯拉 全部都是清一色的看跌put 单笔的总权利金很多都超过了1亿美元 一般散户是没有这个资金量的 最重要的是这些单子都是主动开仓做空 并非卖出平仓 这就验证了我们刚刚的猜想 点击期权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过去几个月的每一天 特斯拉的期权多空put call比例 很明显的看到特斯拉的红色put远远超出call 12月14日出现了一个极端的红色大柱子 其实当天特斯拉的股价没跌多少 但是机构已经埋伏着接下来的暴跌来临 因为当时特斯拉技术面上 在12月13日跌破筹码的密集区间 跌破半年以来最后支撑166.19 下行的空间被打开 一路破位下行是理所当然的 马斯克也在12日和13日抛售股票 可以说明马斯克不太懂技术分析 选择在关键支撑位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盘 逼使特斯拉创新低 在我们的YouTube社区 我们也给大家分享过特斯拉这个期权异动 而上周我们就在VIP社群提示大家做空 买入特斯拉看跌期权盈利超过600% 根据S3的数据 在2020年和2021年期间 做空特斯拉的交易 按市价计算的整体亏损额高达510亿美元 而今年做空特斯拉的空头已经赚了150亿美元 不过目前特斯拉的自由流通股中 有大约3% 低于2020年的平均10% 综合来看 特斯拉的空头现在非常有耐心 不会那么容易轻易离场 我原本以为会出现的逼空现象 可能不会那么容易出现 现在特斯拉的基本面也是比较脆弱 空头们期待着特斯拉四季度的数据难看 坐拥150亿的收益 完全有理由等到明年年初 尽管特斯拉的股价今年大幅下跌 但有一个群体拒绝放弃该股 他们就是散户 根据Wand Research的数据 特斯拉已超越苹果公司 成为今年美国散户购买量最多的股票 散户合计购买了152亿美元的特斯拉股票 这对该公司而言也创出了一项历史记录 Wand Research的数据分析师说 虽然整个市场的购买量有所减弱 但是散户继续虔诚地买入特斯拉 特斯拉是否停产的问题近来备受关注 不在于停产本身 而在特斯拉在中国和全球市场持续的订单量下滑 以及在资本市场的股价持续下滑 根据特斯拉交付预估模型数据 截至2022年12月22日 特斯拉在国内的金牙订单仅剩5879辆 远低于7月的17.4万辆 而特斯拉全球订单目前也仅剩下16.3万辆 与7月份47.6万辆相比减少近三分之二 16.3万辆的数量对应大约38天的制造能力 在9月21日这数字为78天 10月6日为70天 如果这些数据准确的话 那么这意味着特斯拉目前的新车产能明显超过销量 这也解释了今年9月以来特斯拉的一系列降价举措 根据最新数据显示 12月的第三周 特斯拉中国销量为10254辆 较上周继续萎缩 与前几周相比也显得后继乏力 此外根据券商招商银行的一份报告 特斯拉12月1日到12月25日 在中国的平均每日零售额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8% 数据显示12月1日至25日期间 特斯拉在中国的零售销量为36533辆 这家追踪中国每周零售汽车销售数据 作为需求的快料的经济公司表示 截至12月25日按同意指标 整个行业的销售额增长了近15% 该公司表示 特斯拉在中国的大型电动汽车竞争对手 比亚迪在这一时期的日均销量增长了93% 那么特斯拉二手车领域又释放了什么信号呢 在过去两年的大部分时间里 等了几个月才能等到新车的特斯拉买家们 都会面临两个选择 要么把新车带回家 或者就是以加价的方式 卖给没有耐心等待的特斯拉用户 不过现在这种好日子还是别想了 因为特斯拉似乎越来越不吃香了 这是因为二手特斯拉的价格下降的很快 甚至比其他汽车制造商的下降速度还要快 去年11月 一辆二手特斯拉平均价格接近5.6万美元 低于7月份的6.73万美元的峰值 根据汽车平台AdMons的数据 这些数字下降了17% 而同期整个二手车市场仅仅下降了4% 11月份二手特斯拉在经销商库存中的平均库存时间为50天 而所有品牌二手车的平均库存时间为38天 在过去的两年里 不断上涨的汽油价格帮助提振了对特斯拉的需求 该公司自己提高价格的速度比其他品牌更快 以提高利润率 但是现在燃料价格正在放缓 利率在上升 特斯拉的产量在增加 电动汽车的竞争也在加剧 这导致二手特斯拉价格随着需求的萎缩 而比市场下跌的更快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 美国二手车预楼是整个行业的困境 此前整个市场在全球面临供应链瓶颈的时候蓬勃发展 现在却只能等待衰退 而至于为什么特斯拉二手车的退潮速度要快得多 我们可能认为特斯拉汽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基本上是唯一有市场的二手电动车产品 上周四的马斯克曾经表示 激进的利率变化提高了所有新车和二手车的价格 特斯拉可能会下调价格以维持销量增长 而这将导致利润下降 据我们了解到呢 特斯拉降价也使二手车商们望而却步 他们认为二手新能源车涨价只是泡沫 曾经的理财产品特斯拉在经历几轮促销和降价之后 不再是二手车商的香伯伯 我们用事实证明 今年9月份呢 2021款的特斯拉Model Y几乎可以按购车时的原价卖出 但如今呢 随着Model Y指导价的下滩以及门店的变相促销 二手Model Y的成交价格和三个月前相比减少了将近3万元 诚然对于整个市场来说 特斯拉价格是风向标 特斯拉一旦有波动 市场整体的波动会非常明显 以内部行业人的眼光来看 明年特斯拉还会主动调整售价来保证市占率 这种情况下 车商不敢收车 不敢轻易触碰未知的风险 一位二手车商表示呢 12月特斯拉二手车价格比上月又下降了1.5万元左右 但是交易量依旧比较差 最大的原因是很多人还在等新车进一步降价 特斯拉上周将今年与美国交付的Model Y 以及Model 3价格降幅翻了一番 达到7500美元 加剧了投资者对该公司市场需求疲软的担忧情绪 分析者也表示 8月份出售的特斯拉二手车当中 有近三分之一是2022年代转售的车型 这表明原始买家的购买目的是转售 并不是用作使用 AdMars称 相比之下 二手市场上其他品牌这一比例约为5% 现在大家对于特斯拉的需求状况是什么呢 汽车销售网站ICCars的执行分析师表示 在过去两年的大部分时间里 卖家很难以高于新车购买的价格 完成出售特斯拉的二手车 市场对特斯拉新车的需求也在减少 在经历了流动性收紧的冲击之后 接下来特斯拉还要面临经济衰退的巨大考验 实际上今年以来市场对特斯拉需求疲倦的担忧一直在加剧 车辆的等待时间也逐渐缩短 在全球最大汽车市场中国 特斯拉正面临越来越激烈的竞争 特斯拉在美国和德国的工厂进展也颇为不顺 经济衰退也意味着特斯拉接下来仍有硬仗要打 特斯拉必须继续达成交付目标 并满足未来的预期才能重建投资者的信心 如果说特斯拉能够在未来几个季度保持此前的交付势头 那么我们将看到来自推特的影响开始消退 但是鉴于经济衰退阴霾下需求逆风预发的明显 未来一年特斯拉想要达成目标可能并不容易 特斯拉明年需要加强其产品线 该公司最近开始交付起期待已久的C米卡车 值得注意的是原本更早生产和交付的首款皮卡Cybertruck 也最终进化在2023年开始 特斯拉增长故事可能还未结束 但是经济形势严峻 高通胀和利率上升还是会挑战不屈不挠的马斯克 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畅所欲言